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BiliBala Talk 聯邦快遞Federal Express 今天出了2022年的第一季的結果 結果是截至8月底 出來的時候 令到股價跌了9% 現在收市是229元 看看吧 最主要來說 對比上年同期有14%的上升 上年同期有什麼概念呢 就是在一個lockdown的狀況 很多人就來做網購 以至到扶運需求反而有所增加 在這個情況之下 它仍然 今季都是有14%的上升 如果你看回分部來說 最主要就是它那個飛機的板塊 就是有23%的上升 在當中 當中 其實 其實那個Volium 就是下跌的 不過那個價錢 每個package也好 段重量計也好 都是有大約9-11%的上升 無論你看哪個板塊都好 以至到它能夠有一個的上升 在當中 但是 大部分分析 擔心的就在Expense 那裏 因爲Wevenue即使上升14% 但是 overallExpense 就上升得比Wevenue多 是上升16%的 最主要來講就是 汽油價格爆升 上個禮拜 或者應該說Weekend的時候 跟大家分享了 這個CPI 美國那個和加拿大的消費物價指數 同樣的都是指到 汽油價格上升了26% 在美國 而加拿大上升32.5% 這個影響對於 以汽油為主要 其中一個洗肺的Fedex 是有一個大的打擊 overall來講 汽油的Expense 上升79% 除此之外 這個Rental 亦都上升21% 這個最主要是 在快遞方面 Rental Cost 上升26% 同一時間 在這個公司披露上 人工都上升13% 尤其是在地面 那個人工方面 甚至乎是上升27% 即使上升那麼多 仍然都有一個挑戰 在當中 就是有工沒有人開 又或者沒有人願意去做 構成了負運上的壓力 以至公司可能需要 去找額外的幫忙 例如說 不一定是正確的事實 但是 我Fedex 搞不定的時候 Fedex 外賣給UPS 或者是其他的速遞公司 又或者是請更多的臨時工 以至到 連帶 Purchase Transportation 同樣的 是有提升 在當中 整體來說 這個 導致 Operating Margin 跌了170 basis point 去到 由8.5% 跌到 6.8% Adjusted Earning Per Share 也不例外 因此 下跌了10% 去到 4.371股 公司因爲 這種種的 uncertainty 包括了 人工 請不夠人 以至到 快遞服務 可能要外判 各方面 還有 就是 假設 co-work situation 是不變 什麼叫不變 就是 仍然都是 在扶運過程當中 有額外的 一些安全要求 或者是 不同的國家的管制 各方面 仍然不變 的情況之下 將 2022年的 Outlook 下調了 有 Average 19.4 銀錢 Earning Per Share 去到 18.9 銀錢 即是3% 調整下跌 雖然說 調整只是3% 記住 這個就不是一個 會計制度上的 Earning Per Share 純粹是 Adjusted 以及 是 Before Pension Retirement Adjustment 所以 僅供的 參考價值 但 怎麽算也好 股價就下跌了9% 為什麽 Adjusted Earning Per Share 只是下跌3% 但股價 反而 暴跌了9% Given the fact 它本身 已經由大約 270元左右 滑落到 剩下250多元左右 一來就是 究竟 開工不足 還有 薪金會不會 因此 繼續加 同一時間 公司也說 在未來的一年裏面 它應該可以 將成本 化為 Pricing 轉價給 顧客 只是 可以做到 大約 5-6% 左右 這樣的時候 變相來說 這個 revenue 增加 但是 Expense 增加得更多 所謂 Operating Leverage 是負增長的情況 會持續 同一時間 同一時間 汽油價格 即使沒有繼續上升 的時候 仍然會 帶來 Cost 壓力 在當中 再不要計算 究竟 DELTA 或者 MU 會令到 Business 更加強勁 還是 Restriction 更加大的打擊 既然 你已經 未必再加經濟 即使 需求 仍然持續 恐怕 也未必 好像之前 爆升 另外一件事 就是 稅務 未來 拜登政府 都會 加稅 這件事 也會影響到 未來幾年的 回收 這件事 其實 是 人工也好 汽油價格 或者DELTA 其實 某程度上 已經 在上一季度 分享業績 的時候 就已經 出來了 只不過 現在更加 浮現出水面 所以 我又會覺得 投資者 相對來說 是比較過濾的 我自己暫時 都仍然維持 Target Price 下限 280元 變相 可能是一個 opportunity 去駕住 不過不過 這一個 壞消息 通常 是會維持 大約 一至兩個月的時間 甚至 直到 再出第二季 業績 就出陰霾 之前的 兩個星期 業出業績 之前 才會有 回升 在當中 所以 還有很多 時間和空間 值得你來 去研究 考慮 究竟 值不值得 去增持 Fedex 另外 分享 Fedex 業績 的同事 亦都可以 去看 原來 一間公司 當 他的 Job Vacancy 是高 vs 他的 Unemployment 上星期 亦都分享了 橫觀經濟 的數據 真的 會對業績 構成一定的 影響 和打擊 再不要計 汽油價格 反映了通脹 這些 都會 未來 不同的公司 都 帶來一定的 變數 和左右的大市 當大市 今天 整體來說 是回升 的時候 究竟 未來 除了經濟 減低 而 通脹 仍然 不確定 的時候 究竟 如何 看 未來大市的方向 另外 更確切 的 確認 是 聯儲局 在未來 慢慢 會 暫緩 買債 情況 未來 可能 就會有更多 仔細的措施 和 數據 出來 拭目 以待 今天 純粹是 Follow up 最新一季 的業績 作為參考 你的投資決定 仍然需要 你自己的 研究 和 你看看 強項 是甚麼 conviction 各方面 是甚麼 今天分享到這裏 歡迎大家 Like Subscribe Share Billy 巴拿托 C